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中呼应有个高原反应 Ich抱屁点 datos 換成B20和B30的電梯 多可愛 上來應該是沒有指示 不是說上來有提示或者招牌 那這一間呢? 就在這裡了 因為一開始嘉青說去57樓吃一個西餐 環境和他想像不同 我本來以為是行高檔路市 認真看點是小青生紛紛的 剛才有魚 前進來 把東西收起來 一陣擾風吹過 我的帽子會不會被人吹掉呢? 哇,很漂亮 其實這間開了多久呢? 第三年,先生今晚是你們的主廚 哦,哇 你們今晚吃到的菜 全部都是我們兩個生活上發掘出來的東西 哦 這樣的私奉菜 可能跟別人學完之後 再照搬的不一樣 全部充滿著我們兩個之間感情的東西 獨一無而死 我們吃你們的感情 不口涼 那天我跟先生說過 我覺得夏天 用童年的回憶就充滿了白蘭花的味道 所以我跟他說 我很想找一些白蘭花味的香水 他說沒有說香水 喂,香氛都找不到給你 真的沒有白蘭花味的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他說 我自己是用白蘭花做一種食物出來 所以他自己用白蘭花做了這個茶出來 你這樣聞 可以聞到白蘭花的清香 因為我跟先生說 我堅持你做給客人吃 不可以加任何色素 因為如果你加色素 很靈精怪 不知混合了什麼顏色 很漂亮 但其實這些東西不健康 但這個出來就會很健康 其實每一道菜 他餵我自己的時候 我都很驚喜 你們今晚吃的另外一個 意大利麵 你看下去 你以為是炒飯 哦 是 像炒飯的意粉 是,真的很有趣 那個 那個 那個是 一會兒你吃的時候 我慢慢告訴你 真的很感動 那一杯都是狗糧 第一套狗糧 白蘭花茶 自己的心思菜 剛才老闆娘說這個要做很久 要做很久 要做很久 要過濾 要蒸餾 要過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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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會蒸到白蘭花的皮 嗯 其實白蘭花味不會十分長 但是呢 就是 散發了少少少清新的香味 花香味出來 嗯 就不是那種 紅茶 或者綠茶 那種比較濃郁 還有稠的狀態 紫薯的薯片 哇 這一口 日本頂級的食用的金磅 再加上這個 吞拿魚醬 再加上這個 紫薯的薯片 我不客氣了 大抽 雖然吃起來有點衝擊感 因為最重要的是西柚 酸酸的狀態 其實可以的 但是 這個人不可以吃太多 我怕會漏 這個是佔虎 是呀 應該是我吃的 我選了三成的 三成的是我的 不是我的 我選了三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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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我的 我選了三成的 我選了三成的 有一些很好吃的 不行不行 剪輔了 試一試 很軟 一壓下去 不用切 按下去就可以了 不覺得它很生 可以嗎 可以嗎 好嗎 是否很香 很軟很香 但原來講 牛肉的香味 和牛脂 都不突出 你吃不到牛油 吃不到,但肉质是比较乱的 肉质是比较乱的 我说一说感受 因为里面有几个餐位 其实有点少清新和压抑 因为很小,露台真的舒服 但室内真的不一样 突然下雨很大 室内不好的地方就是下雨 不知怎样吃 好了,我们要敷进去,继续用 上个月有几天,围团团的几天没怎么吃 我先生当时问了问题 他说你这一刻最想吃什么 我马上做给你 我说我要吃黑松露炒饭 他说黑松露炒饭? 你围团团团的,那你吃炒饭 我说是 于是他马上做了黑松露炒饭 但是很有趣的就是 他用了这个餐 挑了我们两个的名字 那一刻我再看,它不是米 它是宝宝仔吃的 ABCD的字母粉 因为这种胃是很容易消化的 我看见过我们大众的名字 最厉害的一个客人 他跳了HAPPY BIRTHDAY BOBO 它的味道是很浓郁 也是有炒饭的 而且它这个意粉是很滑的 你有没有味道 滑得来很弹硬 意粉的感觉是很硬的 而它这种可能是小朋友的 所以它的软硬度 软硬度是非常适中容易消化的 哇,黑松露真的好香 它这个蓝色不是色素 它是一种叫法国蓝金的糖漿 他很喜欢做这些东西 他说 送这些东西给我 会比物质上的东西更好 你没吃过? 真的没吃过这种口感 或者味道 因为它里面是雪宴 雪宴的口感 其实是有点像燕窝 这杯东西呢 真的很清甜 它的味道 有点像咖啡的感觉 最重要的是它上菜 上菜给我的时候 把我们羊的名字找出来 哇 你看,老板就跳了个味道 对,老板就跳出来 然后嘴巴说 这么多 真的 吃多多狗粮 吃多多狗粮 今天为什么要过来呢? 结婚几年了 哇 多少兆年了? 两年了 性价比高不高 你吃了什么 很温馨 它每到餐会不会都有一个故事吗 还挺 而且它们俩会一直互动 整个经历从头到尾感觉都很私人 就包括什么定位置 然后到吃饭 然后到吃饭的时候 我们互动都很私人 就是很棒的事情 很有人情味 所以这个狗粮是有些很健康的 一家狗粮的餐饭 对 就是 是啊 而且我们接了两次婚 你知道吗? 什么事啊? 你跟她 因为是这样的 这个我不知道出不得家 我竟然被我老爷奶奶知道 你奶奶不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节目没有人看的 当时是这样的 就是 2014年的时候 因为我要申请去英国 如果我们两个在这里已经结婚 人家英国政府认为你就是一个家庭 所以很麻烦的 你的投资额会变得很大 它认为你就是那个生小朋友 我去复你 到2018年 刚好结婚十周年那天 然后呢 我们可以重新在英国处策结婚 结果呢 她由家 开了四个小时 都没有去到局民政中处 我中途是崩溃的 结果 你等一下去看看那些照片 她是 在周杰伦结婚的古堡教堂停下来 她把整个教堂包了 她说第二次结婚就留在这里 然后她说 因为十年前她没有给我最好的 十年后 我认为这个是最好的 我就把这个教堂包下来 周杰伦有的东西 我也有 那一刻你没办法骂她了 他们就说 为什么你们两个感情 十三年都这么好 我们现在好像在拍拖 好 我就说 当初你是选择面包 还是选择爱情 你是直接选择面包 以后你会换到爱情 但你要爱情 是可以付出双份的面包 我认为你是这样 就是你们两个一起努力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我觉得 有很多人说 我很忙 我的工作怎么忙 但是 我真的没有时间 怎样去哄我太太 或者什么 但是其实我觉得 这些事情是讲我心的 多忙都可以 无论多忙都可以 这个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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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忙和真的 忙是借口 忙是借口 忙真的是借口 真的是借口 真的是借口 她会觉得 为什么婚姻很平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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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完全没有火花 其实 你两个人 就是你找新鲜感 并不是说你要去找一个新的人 去做以前做过的事 而是你和一个固有的人 但做不停新鲜的事 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两个人经常说 做些很疯狂的事情 都不是很疯狂 都不是很疯狂 我们今天身处的地方 包括吃的每一道菜 包括老板娘和老板的一种状态 都是一种很浪漫 多是一种耍狂的 其实我觉得很浪漫 但是发觉他们两个很厉害 大家下次都不要随便来 对 因为每一道菜都是故事 每一样东西都是故事 每一个细节 所有东西都是他们的爱情故事 所以感情好像我们这样 差一点点 都会羡慕 但是他们的味道真的可以 食材 出品 味道 整个氛围 我喜欢他们的理念 无论是感情也好 又或者是处事的方式也好 就是如果想尝试一下 这个这么高空的露台 是可以过来试一下的 是的 真的很漂亮 这个是直回票价的 这个是直回票价的 雖然都可以看到 但是 真的很少可以站到这么高 去看广州的夜景 那么我们这一片 都算是老老地城区 是的 这里这样看出去 其实这里应该是最高的 这个才是比较真实 最原始 最真实 和最写实的广州 真的 这里是最写实的广州 是的 广州我爱你 广州 I love you I love you